猴屁股猴屁股都压下去了 这么个小车拉这么多东西 装的满满当当的 自己做的拖板车 干活挺方便的 买四个鼓揉 然后用电焊焊一下就可以 氮气瓶 大三批 这哪个地方能着火烧的他 这怎么弄你放什么东西了 自己着了 亏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易燃物 这晚上完事 示威机着火了 大家好 我是焦东小玩 上期发了视频呢 过来维修冷库啊 过来维修冷库 因为这个活不是我的 是我一个朋友的活儿 然后他是 平时是安空调的冷库搞得少 所以叫我过来 然后现在遇见个什么情况啊 然后过来一看呢 这个室外机 是个380伏的 然后我这火机 买个室外机 是220伏的 没法用 哎呀我给大家看看 太郁闷了啊 这个机械 这个外机 这个外机 因为这个地方 起火了 然后给烧了 已经不能用了 已经烧的不能用了啊 我过来一看 三根线 火线380的 380的 然后我这个火机 买了个外机嘛 买了个外机 这个外机是 220伏的 220的外机 这个供电是380的 380的不过 这有根零线嘛 是稍微风接的零线 不过这个线有点太细了 如果把这个线改成220的 也能改 不过这个线呢 因为220伏的 电流比较大 这个线的口径有点细 这个是2.5平方的 正常最小的用4平方的线 要是把这个外机改上的话 里边控制箱也得改 因为它控制箱 380的在过流保护 相续保护 所有的都需要改一下 因为它不懂嘛 它就以为是220的 也没过来看 我还我还问他 我说380的220的 他说就是220的问完了 就是220的 这活干了郁闷 跑了 跑了100公里啊 从早晨 早晨9点往这走 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 跑了一个多少时过来 然后一看机器不对 然后现在 现在正在协商 协商把这个机器啊 换成380的 因为刚才问客户了 客户不同意改成220的 如果同意的话 我可以给他改成220的 客户不同意 不同意的话 就得回去换外机 回去换外机 又浪费时间了 跑了这么远 然后还得来一趟 关键客户还着急 冷酷坏了 里边 里边东西 东西放不住 这活干的有点郁闷哈